其實現在都是由我們家人 大家一起在陪伴他在敬仰當中 今年四月底 紅泰集團三公子林洪南出席信託基金記者會 還向媒體澄清 父親林玉玲身體很硬朗 林玉玲2013年因罹患腸胃道腫瘤 曾到臺北榮腫進行割除息肉手術 從此之後很少公開露臉 近幾年更完全隱居 至於紅聖集團也證實他在九號上午七點多 在家中安詳馳事 林玉玲被封為臺灣帝王 早期是三重蘆洲小建商 創辦了紅泰集團 擁有五十八億美元身家 今年還登上富筆市 臺灣富豪榜第三名 台北市最精華地段的信義 計畫區從ATD4放一眼 望去六千坪土地 當時都還是稻田 林玉玲就已經買下來了 甚至連鎮商名流最愛的 敦北豪宅區 林玉玲都有五六千坪土地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後方 這一棟 地堡豪宅 連地堡也是他一手打造 堪稱是他的建設公司代表作 而他的土地資產精神 不只新一大安區 大直重劃區也還有八千五百坪 但水新北都有萬坪土地 總價值超過一千四百億 英華的一些區域 他都是在早年用十萬塊錢出頭 就去買 買了地之後呢 他也不心急就慢慢的留著養地 土地的一個投包率呢 都是超過五六十倍 甚至一百倍以上 原本屬意大房三兒子 林洪南長金榮 三房小兒子林洪森長建設 後來林洪森淡出洪聖建設 林洪南一肩扛起洪聖集團 而他的勤儉個性也與復興最像 如今林玉玲過世享受八十三歲 台灣帝王傳奇一生也畫下句點 記者林正堅李玉涵台北報導 走